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已经启动病患的所谓分流转送外线市 就是北患南宋这样一个机制 但这个机制启动之后 也有很多新的问题产生了 双北量能吃紧 轻症患者往南宋来泄压 合不合理 合理 那问题就来了 副指挥官陈宗燕 他说你打119 他说陈宗燕表示 为统一集中检疫场所 后送及处置机制 指挥中心也邀请各地方县市医疗单位 统一医疗后送的做法 集中检疫场所 接受拨打119通报后 由各地消防机关会前往后送 问题来了 我听新北市的人跟我分享一个资讯 他说我们接到这个通报去了之后 他说要由我们救护员跟消防员来判断 这个要后送的人到底是真的轻症还是重症 我说我们没有受过这种虚拟 我怎么去做这个判断 他们很判断 那不是医护在第一线就应该要判断 到后面去他们说没有给他们这个指引 到了他们那台上说要我来判断 我说不是要前面先譬如说 先跟我说杨文嘉你是什么症 什么症的 为什么是你们来判断 所以他说这部分很头痛 那人力调配上 他说新北市36台救护车在负责北焕南宋 一部救护车要两个人 两个他们消防员 然后一趟到台中来回四个小时 他说没命没力了 还有16台大巴士 那司机是一般民间的司机 但是他们消防员要车上坐借户跟管理 他说工作量真的非常大 他们讲一句话 他说台湾的诈骗集团都有骗人的SOP 我们消防人员做北焕南宋 为什么没有SOP 他说再辛苦我们都愿意 我们不怕黑 但是我希望指挥中心 让我们看到黎明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防疫细节很多 但是这些第一基层 第一线的消防员 他们的苦难 他们的辛苦 不是说他没做 他们很怕他们做不到 他们很怕他们做不到 没有对防疫的工作没有帮忙 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组织中心给他们一些回应 如果他们的反应过度的话 你也请安抚一下 他们这方面的情绪 如果他们的反应是真实的话 请你务必立刻跟他们一同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问题来就教一下这个理事长 这个首都副事长黄珊珊说 快筛阳性者在家隔离 可能变成常态 确诊者在这件事情 可能会变成常态 他说OK好 那这是一个好事情吗 它只是个短暂应急 我们医疗量能不足 让确诊者在家隔离 那这个到底在流行病学防治上 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 过度型的做法 还是最后真的只能这样子 它这是个灰色的做法 因为基本上来讲 你快筛阳性 快筛阳性它现在在台湾 是不能当作确诊的 不能当作确诊 所以它要等PCR 所以它是指的是这个东西 PCR等的话 现在因为等的时间相当的长 那这个各个县市 他们都不晓得 这一段时间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那指挥中心 没有给出这个标准的SOP 不过最近在 好像在昨天的指挥中心 这个全国防疫会议上面 拍板定案 叫做一人一事 OK 一人一事 一人一事的隔离 对 就在家的话 在家里的话 这个居家隔离到底对不对 这个当然对 因为它还没有确认 没有确认就等于 没有确认它就 你确认的病例 就一定要到医院 OK 那个就不能用居家隔离 OK 所以它这个做法 基本上是对 在这个过渡阶段 OK 快塞阳性 但是PCR 还有最后的结果之前 你就在家 好好做好 一人一事的隔离 等待最后的结果 那如果结果是确诊的话 再启动 所谓相关的 后续的 一些流程 是不是这样子 主要它会有 这样子的政策 出来的原因就在哪里 因为它有这个需求 因为以前我们认为 筛查阳性就应该是阳性 是 结果现在它把PCR 跟这个快塞 就分开了 分开了 对 快塞可以先塞 对 但是PCR 要做最后确认 如果阳性 要做最后确认 是 所以它不认为 快塞阳性 就是确认的 是 所以当初人家怀疑 就有疑虑 就疑虑在这个地方 是 到底这是阳 真阳还是假阳 假阳 OK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认定说 你PCR阳 算是个假阳 假阳就是还没有确认 所以居家隔离是可以的 但是你确认的 绝对不可以用居家隔离 OK 所以它把这个 做了一个区分以后 这个也是个好事情 OK 为什么以后的话 确诊病例的话 可能以后就要转到 这个 你看 它现在这个 你PCR 你养了以后 你快塞养了以后 要等PCR养 等了养了以后 它会做另外的处置 是 所以它等于是 你确诊的病例的时候 就是要从你居家隔离 移出来的意思 是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暗示 就告诉你 以后可能要走那条路 那条路可能那个时候 因为现在医疗量能不足 常常很多的大夫 他就给他收贷 这个就把它变成 居家隔离的一个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就以后 所以它又符合 所以流行病学 防治管理上面的 所谓分流的 这个概念 好 可是我有一个请教医生 我就是说 那他在家里面 自己乖乖的 一人一室隔离 可是这个病 看起来有很多 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瞬间变成一个重症 为什么比例可以高成这样 那会不会也因为在这种 自己在家等待的时间里面 然后发生什么 奇怪的状况的那种 那种状况会越来越多 这个都在确定病例以后才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算是疑似的意思 所以我刚才讲的原理就在这里 PCR扬成的疑似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的 那你确定病例的话 在这里居家隔离就错了 因为那些刚才时期讲的那个东西 全部会出现 现在疑似病例就不考虑 所以在这个阶段 还是要在家做好标准规范的居家隔离 因为很多人最后提出一些疑问 那这王一世也做了专业的回答 另外一个问题要就教一下这个意思 刘里尔他是这个中国时报驻日的特派员 他对日本有非常低手观察 他提出一个写了一篇文章说 惊讶说台湾的重症人数居然比日本多 为何如此快速的恶化烈化呢 对策又是如何 说日本26日重症者单日大破纪录 新增加超过119人 重症者多达1413人 让日本各界大为震撼 最糟糕的是人口800万的大阪 重症者多达401人 一天增加83人 不过日本的人口是1亿2630万人 约台湾的6倍 那台湾的重症者在24号 就已经高达335人 25 26日则为后续公布新增的重症人数 但26日单日死亡人数 就一天就高达11人 可见重症者人数应该还在增加当中 重症者人数以及阳性率是疫情第二第三重要指标 仅次于确诊人数 台湾重症者为何比日本多 这也是台湾疫情快速严峻化的具体表象 今后该采取何种对策 留理而观察 但他没有复长自己的观察 我们看一下最新 昨天单日死亡高达11人 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台湾最大的殡葬业公司 龙岩公司5530 今天股市也涨停板 4.5元锁死 有人说他是不是超前看到了什么 一些不预计的状况被他看到 王一席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几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重症比例 重症的比例的话 为什么他在日本观察说 台湾好像比他高 其实台湾不会比他高 为什么 因为他日本人口多 他的疫区假如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话 他基本上来讲 他看起来就是日本就比他低 从全人口来看 台湾的人口就没有日本多 所以他基本上他一处起来 可能比例他就高起来 我估计是这样子 因为重症我们认为 重症是跟病例有关系 跟病例有关系 你有多少病人 就有多少比例的重症 这一定的 重症的定义就有肺炎而已 他不是要住ICU 一定要插管那个重症 那不一样 那叫做高危 高度危险 那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重症而已 重症跟高危不一样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 基本 那个时候这些人才会 后来变成死亡 那死亡来看的话 台湾基本上现在 我们假如那个数字是正确的 就46个人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 那我们台湾的死亡率还算低 因为死亡率代表着什么东西 我刚才讲过 重症的死亡 重症代表的是 我们跟这个整体的感染 感染的数目是有关系 感染的数目一多 重症的数目就多起来 一样的这是成比例的 那这个病台湾跟日本没有不一样 医疗水平也没有不一样 但是重症跟医疗水平是有关系的 重症就是你有没有得到合适的医疗 死亡是你有没有得到合适的医疗 你重症跟医疗没关系 有一定的数目就有一定的重症 他只要肺炎就是了 所以他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死亡就跟他有关系 死亡就是你有没有得到好的照顾 他重症我防不了 但是食物总有防得了 这是跟医疗有关系的 所以医疗如果死亡率是高的话 这个国家基本上 代理医的照顾不好 才会死亡率高 如果死亡率低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是好的 那台湾的死亡率高不高呢 我们到平均这个新冠 它的死亡率多少 2% 那如果照这样算 我们最近开始有5000例的病例出来了 那死亡率是2%的话 确定病例有5000例 100例 现在报到46例 如果它的数字是10的话 我们的医疗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实在是不认为这样子 我应该认为最好跟世界的水平是一样的 所以大概是我们还漏报了50几个 我个人认为这样 我是这样看 那为什么会这样看 因为我们死亡的案例里面 死亡很难漏报 没有办法归因成为是新冠肺炎 他没有常规筛查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比如说他高血压 他什么这类问题 可是会不会有很多国家的死亡病例 因为他多重复合疾病 他本来就有常年的病史 所以这个要怎么办 这个要怎么算 你如果要统计这个新冠到底死到多少人的话 基本上要对死亡的病例常规筛查 你前面的话不一定要筛 但是死亡病例一定要筛 你才能是得到 但是以目前的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 有百分之的致死率的话 那目前应该国内应该会有100例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致死率 目前大概就有46例 那希望这就是真实的 那如果这50例是少算 怎么会少算 我们再持续关心一下 OK 最后一个新闻引起大家讨论 在争论节目讨论疫情 难免有时候会插枪走火 所以有这个政论节目说 把这个万华的这个 COVID-19显得叫万华病毒 这个引起大家的很多负面的评价 那这个NCC也介入相关的调查 那个理事长 您之前对媒体做公开的 所谓公共舆论的表达 你说防疫情的洪峰 大概是526 527 大概就这两天 那如果确诊数未往下降 表示围堵政策失败 那今天最新的数字 但还没揭露 那这几天看一下 你认为我们的所谓介入政策 有没有成功 还是说还是有待观察 我觉得我们的介入政策 就是我看到我们的介入政策以后 我就对这次的这个疫情 是不太乐观 我们知道这次这波的疫情 它因为我们全民都没有免疫力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病毒 一定是成抛物线上去的 那这个疫情要有缓解 一定要看介入 那我们的介入政策 两个最重要的介入政策 我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很到位 第一个就是清零筛查 清零筛查卡在筛查 我们筛查不够 我的万华框起来是个热区以后 我有没有万华都筛掉 没有 没有 我有没有万华的人都管束道 没有 所以花莲那个不是就万华跑过去的吗 对不对 很多地方都是从这里就散出去了 所以这个你框裂了 你不去做后面的动作 那是没辙嘛 那你也没有筛查 那更没辙 这些人就更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社区的 社区的那个是警戒 社区警戒 我们社区警戒的话 我们记得我们以前是二级嘛 那现在是三级嘛 对不对 你二级三级差有差吗 看起来好像没差嘛 你自己感觉有差吗 差一点嘛 差一点嘛 你比较有感应 差一点嘛 我觉得刚到三级的时候 我在街上开车 哦这个现在很空 现在好像又开始塞车了 还在三级 所以我觉得 对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车子真的变很多 对所以说执行啊 其实没有到位了 没有到位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三级的社区警戒 或者到了四级社区警戒 我觉得这个都是政治宣示的意义 比起实际的干活 要来的 这个 分量重一点 这些是重一点 所以大家就让他限制行动 没事 你二级线 三级线 四级线的意思 那这线的话 你嘴巴讲也可以 不需要线 因为这个线下去的时候 对疫情啊 影响不大 OK 但是啊 对这个经济可影响大了 OK 影响大了 老板你可 那个商家可是做不了生意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估计啊 他可能会比较早一点解掉了 会早一点解掉了 会早一点解掉了 可能不会到 照理讲 这个如果到了三级了 四级了以后 他这个一定要等到疫情 完全下去和缓 他才会解 是 所以我估计啊 他可能会在 疫情还没 有个稍微有动静 他就会解了 OK 好 就期待那个好的 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就对了 这个就会解 谢谢大家